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金刚经》第十一品《无为福圣分》 徐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云河 是诸恒河沙,您为多佛徐菩提言,甚多是尊 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徐菩提,我今识言告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七宝满尔索,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用以布施,得佛得多,佛徐菩提言,甚多是尊 佛告徐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受持四句祭等 为他人说,此佛得,圣前佛得 那么这里呢,前面评里头多次讲了,这个无相,无法相,无众生,我人众生受着相 那么这种心,你这到最后,这个释迦牟尼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因无所助而生其心,生清净心 那么也就是说,你没有那种占有的欲望,你能生起平等心,就是自信本性 那么你发自内心的,没有这些法什么约束,就没有法相 你就是全凭真心本性,自信 那么你来这个互动,就做人,那么你得到的成就有多大呢 那么他这里用举例子来说明,就问徐菩提 那么你觉得恒河沙,恒河里面的沙多不多 那么用这么多恒河里头的美丽沙,再去等恒河 再代表一条恒河,那么这么多恒河里头的沙,加起来多不多 徐菩提,当然说是多了,肯定是多 别说就是这么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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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如果是说用一粒沙,恒河里头的沙,一粒沙来代表一条恒河 恒河都没法说了,恒河况这么多恒河里头的沙呢 那么,释迦摩尼呢,就在这接着说 这已经啊,确实很多,他又套战了一下 就这样的美丽沙,再代表一个三天大千世界 这个三天大千世界有多大呢,你自己就想 那么他就告诉我,我现在呢,实话告诉你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用你所认为的这么多的恒河沙 每个恒河沙一个大千世界,满这么多大千世界的 七宝,金银,啊,玛脑,啊,暂时,啊,等等吧 人人留下财宝来贡献出去,我不要了 我,我,我给大家,啊,我去求这个福德,啊,我不失,我去舍弃 那么,他是为什么这么舍弃呢 就是,肯定是,啊,我想成佛,我想脱离六道论回 我,我,我,我想成,成就,啊,等等,啊,有这种所谓的 说别了,就叫有余涅槃,或者说是 这种,要需要一个法要求去做 他得这么做,这种善男子善女人 那么他,神家蒙尼是指这个意思 那么,得的福德多不多 你当然福德多了,你奉献出去,当然有福德了 你这说句实话,这不得了 你,那别说,你用一把金银财宝 一楼子也就不少了 你买这么多,你多少节才能修得来 那你说多不多 那修得更多了,这是很多啊 那么,释迦摩尼就告诉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那么,如果另外有另外一种善男子善女人 也是善男子善女人都一样的 他呢,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祭的 就是说,在真正的领会到了 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道理 这个,这这部经 那么,你念哪怕四句祭 就是对称的祭子 就是四句话话顺口溜 你能真正的体会 受持四句祭 干什么 无所助而生其心 而生心 无所助而生心 就是没有任何占有自私的观念 差别 来生其平等心 什么呢 就是自性 平自心自性 那么 为他人说来 告诉他人说 我们人啊 真理本性就是平等 没有自心 不要占有 不要有分别 一律 这个 平等对待 那么你能做到受持啊 接受 并且能够持 就是说 行得出来 光说 哎呀 我这平等平等 你光喊 没有用 真正的平等 是什么 遇到具体事了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吃饭 我吃饭 你不吃饭 就是平等吗 不是的 我吃饭 别人也要吃饭 这个东西 我想要 别人也想要 我不想要 别人也不想要 那就叫平等 那我们当然要吃饭 要穿气 要穿衣服 要延续这个物质生命 为了明白道理吗 那么这一个就是 你真正能能去做到 哎 那么 就所谓的 你不是靠别人监督 哎 不是靠法律约束 你去凭自身本性 做到这个福德 比你前面满 那么多 恒河沙里面 所代表的 美丽恒河沙 代表三天世界 去满那么多的 这个世界里头 七宝不失 那福德都多 所以福德呢 当然这里头 又是施加摩尼 站在众生的角度 去讲的 那他自己来讲 根本就 这不是什么福德 这哪是什么福德 那就是该做的 那就该如此 那真 那我心就是这个样子 真心就应该如此 那么在这里呢 也招明太子呢 也确实 也继承了 所道教 佛教 实际上是一家 你看面 无为 无为是 道教里头的 无为而为 老子的观点 前面我以前讲过 这个 老子道德经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听 可以去看一看 那无为就是 不是不做 是没有为什么 不求自私 还是平等 就是 无所住 无为就是无所住 说白了就这么说 道教叫无为 佛教叫无所住 无为而生心 而为而做 无所住而做 就这个样子 无所住心而做 那么这里头的 说句实话 就说明 其实祖宗认识的东西 都一样 都是看这个世界来 那么天上的星星 太阳 月亮 星星 地下的山河 大地 树木 你跟我交往 我跟 都是一样的 人都吃饭 传劲 都是一个鼻子 俩眼 俩耳朵 一张嘴 都是一双手 要靠这个东西 去获取食物 那么都是这么生活的 也都是吃喇啦啦睡 都一样 只要你一样 你认得这个理 肯定你就不能 应该是二 就应该是一 就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东西方文化 南北文化 上下区空文化 都一样 就是平等 说白了 这就是精髓 做人 做佛 做菩萨 做什么 你只要做到平等了 你就合格了 你就做成功了 道理就在这 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实际上 释迦摩尼对了 给人进一步解释了 有余涅盘和无余涅盘的区别 有余涅盘 我们上次也说了 就是你靠约束 靠别人监督 你做成了 你没杀人 没放火 你做到了 和你 我就什么 在那监不监督 我这个 我真心本性就不能去杀 我说骨子里就觉得就不应该 闪失 不是 是法律 我 我要是杀人放火了 要惩罚我 我害怕我不去做 就这两种境界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 恒河杀术等恒河的 杀的三千大千世界的 珠宝的 七宝的不失 和这个 此经中受持 能够做到做到人 受持四居纪 就是能真正做到平等 发自内心 忍心 本性的 这个福德 比你前面的多得多 甚 超过 这就是区别 所以呢 涅槃啊 无于涅槃 有于涅槃 区别就这么大 福德 你不求福德 反而有福德 求福德 没福德 因为你 为福德而福德 你不是 自身本性 真心本性 不是真理真相 好 这一章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